再次多謝各位市民來到 剛才旭敏和前衛朗也有說過 為何我們接下來幾天要包圍立法會 為何要跟這些白隔黨 這些民主派議員顧債標償 我想大家都聽不少 我們手頭上有個單張 都是要來宣傳7月13日 我們天下圍攻立法會的活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除了接下來這個包圍立法會的活動之外 亦都有一些選民登記表格在這裏 因為7月16日 即是下星期六之前 就要將今年 即是如果你想選區議會 有之前未登記或者改了地址的話 就要在下星期六之前 將這份方式填回去民政事務局 所以大家如果未填的話 可以在這裏拿一份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黃金雲辦事處和普羅政治學院 這裏我們會有些捐款商的 多謝你們的踴躍解囊 嗯 票債票償運動其實已經展開了 除了人民力量這四大組織之外 我想你會看到很多民主派議員 包括余若薇 我那天聽到余若薇 余大壯自己都講 票債票償 即是他都上了身 即是其實呢 證明這四個字呢 你只要講得多呢 就潛移默化的了 那也是這個 這個票債票償的運動呢 也都會慢慢地推廣開去 那人民力量的四大組織 包括選民力量 包括神州青年服務社 以及泛南的一眾兄弟 那麽再加上前線 還有就是 還有這個普羅政治學院 包括一班 前社記的苦主 那麽呢 那麽呢 我們這四大組織 造成這個人民力量呢 其實明晚呢 都會有一個 成立萬宴 那麽呢 就在很近的 就是外面這間倫敦大酒樓那裏 那麽 那麽明天我們 在這裏照樣 會有這個天下圍攻 立法會的論壇 論壇完了之後呢 就會直接過去 這個倫敦大酒樓 就是有這個 人民力量的成立萬宴 那麽所以 如果大家 都想支持一下 或者都想 就是分享一下 我們人民力量成立的起源 和就是知道一下 新人事 新作風 究竟是哪些的領導層 和執委領導呢 那麽亦都可以呢 明晚 完了這個論壇之後呢 就一起過這個倫敦大酒樓 尚如少量的門票的 那麽所以大家 如果都有興趣呢 都依然可以參與 那麽就是 明晚我們 完了這個論壇 大概六點半至七點之間 就會走過去的了 那麽如果你們 想買票呢 亦都可以即場買票的 那麽所以就 請大家都 繼續的 勇躍支持 也都支持一下 我們人民力量的 新的領導層 那麽到時就會 明晚呢 就會正式 宣布呢 我們的新主席 和一班 執委的人選 那麽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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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市民在這裏做 那麽爭取 最後這個 禮拜的時間 那麽最後七天 那裏填了一份 選民等級表格呢 你就可以 在未來 十一院的區議會 選舉裏面 投票 為什麽這麽重要呢 常常都說 香港人 就很珍惜 亦都覺得這個 選舉權 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 在香港這個 所謂 常常說 西方 我們這麽開放的社會 有民主自由 人權的國度 但是原來 選舉 對於我們來講 都不是 各個 那麽認識 或者在過去 那麽多屆的選舉 其實那個 投票率相對都是偏低的 比起譬如我們附近 台灣那麽樣 人家每 即各級的選舉 由總統 到到立法院議員 到到 甚至乎地方的 村長 里長選舉呢 那個投票率呢 都是高於香港的 那麽所以呢 希望大家珍惜手上的票 因為呢 大家 見到過去 尤其是這兩三年 香港這個社會 變得越來越多的不公義 越來越多 地產霸權 這麽又不公道 那麽又不公道 那麽又不公道 所以大家更加要珍惜 手上謹餘的這個選票 我們去 告訴政府 告訴政府 告訴議員 究竟有什麽不滿 有什麽要做得更好 那麽所以呢 那麽 選民登記 如果你未登記 那麽呢 其實我們有些科目 那麽就很簡單的 填一填你的名字 地址 那麽我們就可以幫你去 寄回民政事務處 就可以成為 正式的登記選民 那麽只能一樣 又是填這份方法 將你的新地址填上去 那麽就已經完成了 那麽 那麽未來的11月 區議會選舉 你就會收到你的通知書 就會去到你所屬的票站 就可以投下 就是你心儀的一票 那麽 人民力量 一向都其次先明的 我相信來得這裏 支持得這個論壇的朋友都會知道 人民力量 包括我們兩位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和大舊陳偉業 他們在除了議會裏面 為我們發聲 為我們抗爭之外 那麽剛剛過去 大家記憶猶新 6千元 那麽我們的財路 的財爺 初初 連6千元都不肯派 那麽教大舊 扔一扔個音宵紙 那麽大家有6千元 那麽現在都不肯派到什麽時候 那麽但是呢 那麽起碼就逼了這個才爺 就要順手這個承諾 就要全香港市民派這6千元 那麽大家都知道 這個記憶有新 再繼而 這個這樣的逮捕機制 是吧 最初是哪兩位議員 在議會裏面發聲啊 又是哪兩位議員 在那裏跟林瑞麟力抗啊 我還記得有一天 法會開會 阿毓敏 被N個保安夾到眼鏡都飛掉 就是為了走去掃啊 林瑞麟一鑊 就是和他 就是和他在這裏激變 這個逮捕機制 最初啊 當所有泛民議員 甚至其他那些保安夾 更加功能組別議員 完全都沒有去關心這個議題的時候 毓敏和阿大舊 已經在議會 在立法會裏面 幫我們發聲 已經要去聲討 這個林公公 聲勢力揭 把眼鏡都掉了 阿毓敏 腰骨都扭傷 所以除了 靠他們兩位立法會議員 在議會裏面 持續的抗爭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人民的力量 所以為什麽我們人民的力量 經常都說 最大的議歸 政府最怕的 或者最需要 最需要正視的 並不是議員的聲音 而是每一把市民的聲音 所以大家記住 接下來如果你都認為 這個逮捕方案 是不民主 不合理 不公義的 請你們接下來 這個星期三四五三日 去到立法會門外 我們一起用人民的力量 告訴政府 告訴特首 告訴林公公 要他們撤回方案 要他們立即下台 解散這個曾班子 也都要迫令 一眾的立法會議員 無論他們什麽黨派 無論他們是保障 功能組別 還是所謂的反民主派議員 彰顯你們的力量 告訴這班議員 這個方案 不可以讓他們再拿上來立法會 一定要堅定地投下反對票 尤其是一眾那些 遙風擺漏那些 裝獨立 但是其實都是 保障的那些功能組別議員 我們更加要 令到他們感受到壓力 更加要 不可以讓他們 偷偷計計 偷偷計 就去贊成了政府 所以記緊 1月13日 14日 15日 3日 去立法會 圍他 圍他 圍這班議員 OK 人民力量 近 人民力量 近 會有更加多的活動 希望大家都留意著 我們 大家都知道 主流傳媒 封殺得我們很重要的 7月13日 晚上7點 是的 13、14 兩日 晚上7點 禮拜五 就答問大會 下午 特首已經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 有時間 禮拜五的下午 就可以來到立法會門外 我們 毓民和大救 和我們一眾人民力量的兄弟姐妹 就會在立法會門外 和大家一起圍攻這個立法會 希望高官和議員 真正聽清楚我們的民意 那 明天呢 當然 不少得 有每個禮拜日 我都很喜歡去的城市論壇之外 就 下午在時代廣場 這個白甲黨和一眾藝民主派的議員 就說要擊虎明淵 和林瑞麟討公道 我們呢 也都要討公道 不過我們除了和林公公討公道之外 也都要和這班藝民主派 尤其是白甲黨那班議員很公道 喂 大哥 佩債飄償啊 出賣選民沒有後果啊 現在你看看 這個惡法 這個逮捕機制 就是馬上的現眼部 去年 我們五區公投 就是爭取政制向前走 真正的向前走 現在誰知道這個白甲黨出賣五區公投之後 令到這個政府為所欲為 更加無懼這個市民的反感 不單止雙普選一日子遙遙無期 現在連我們有的基本選舉權 我們基本有的補選權 這個林公公都要剝奪 我們就是拜白甲黨所賜 就是拜這班偽民主派的議員所賜 就是他們去年 多謝多謝支持 就是他們通過了這個政改方案 林瑞麟才可以大條道理 不需要再正視我們市民的聲音 就是他們收五區公投後退 這班白甲黨議員搞到 林瑞麟現在牙斬斬 說五區公投得這麼低的17.1%的投票率 於是就可以將連我們最珍惜的補選權 都剝奪了 多謝民主黨 所以大家記住 一有機會 包括明天在時代廣場一樣 我們就可以跟民主黨 票債票償激鼓明淵 大家兩點鐘記住 去到時代廣場門外 跟這班白甲黨的議員 跟這班偽民主派的議員 我們跟他們計數 他說要激鼓明淵 我們要去激鼓明淵 我們要去問他們 拿回公道回來 我們要跟他們 標債標償 要跟他們理論 要跟他們講道理 問清楚究竟 為何當日 你們要抽五區公投後退 為何不支持正規方案 令到今天我們 立即見到現眼部 立即見到林瑞麟 為所欲為 將我們僅有的選舉權 都要剝奪 所以大家記住 明天 城市論壇後兩點鐘 這個銅鑼灣的時代廣場 我們一齊去跟白甲黨計數 禮拜三至禮拜五 我們有天下文化會的活動 而明天我們四點半 照樣會在這裏 再做多次的噴壇 然後晚上就有人民力量的成立萬元 所以歡迎大家亦都一起參與 OK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未來的活動 繼續有你們 繼續我們一齊一步一足印 為香港的政治和民主發展出的分力 現在我們身邊還有很多 登議做選民的表格 如果你身邊見到有朋友 或有市民給登記 或者改了地址 可以叫他們拜託前一天 我們可以幫他們見 全民 好 好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一直在這裏都會到六點半 動文和我 和一眾的動辦的職員都會一直留守到六點半 歡迎大家 過來聊聊天